所以就是来这里参加活动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是再带阿嬷到医院去做个节目 对失智家庭嘘寒问暖就像一家人 曾经是医疗团队中的个案管理师刘秋满 也是曹霸得力助手 演员傅晓云正式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角色是很有挑战性的 因为其实刚开始看 我想说就是帮忙曹霸 后来看到后面你发现 秋满这个人他感觉是非常有通勁 然后他面对新的挑战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我没做过 可是他是好我接了 虽然是门外汉年轻世代的傅晓云 跟本尊互相交流 期盼在剧中展现出护理人员的专业 甚至是照护病患的高敏感度 那时候也很期待就是 是谁会来演我的这个角色 那看到他的时候 其实我感受是觉得 他真的很适合 把我这个角色 把他就是演得很零零尽质 大爱剧场筹划多年的戏剧 拍拍感人肺腑的剧情真实演出 以前是母子的戏 母亲怎么照顾孩子 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现在等母亲年老以后 那个孩子怎么照顾母亲 大家一无所知 这出戏就是要告诉你 怎么样孝顺 怎么样做人 这部充满正向省思的美善故事 让大家面对失智症不恐慌 能陪着挚爱的家人 勇敢治疗 大爱新闻秋慧林 宋秉化 嘉一报导 您看就知道 您美善严 Scheiber 女孩 我们 请 感谢观看